看起来美国通膨有触顶的迹象 市场预期联准会可能会放缓升息脚步 但就算是这样子 美国的升息脚步预期还是会持续领先欧洲央行 美元对欧元在短暂的盘整之后 最近又重新展开升势 跟去年初相比 升值幅度算算有将近两成 这样子对于喜欢买法国精品的消费者 趁机到欧洲旅游正是时候 因为可以尽情的买买买 美国联准会连续大幅升息 美元成为地表最强货币 购买力大增 尤其对欧元来到1比1评价 创下20年新高 首闻美超的游客漫步在欧洲街头 走路都有风 我非常感激烈 我们美国的美元是这么强的 只要我来到欧洲 有美元超强购买力加持 美国游客到欧洲不止旅费便宜 消费购物也很划算 就算热浪来袭也不影响消费欲望 法国精品店外依旧大牌长龙 满满人潮等待进场血拼 去年出来美元对欧元升值大约两成 现在到欧洲买精品等于直接打八折 一个经典的香奈儿口盖包 可以省下将近2000美元 LV经典卡普行包 也便宜1300美元以上 去年要价超过6000美元的Lady Dior 现在5000美元就能买到 因为欧洲和亚洲都相当一样 这一定会鼓励我们花购买 就像是在售价 所以我们没有问题买 美国人玩得开心 买得爽快 看在欧洲人眼里实在不是滋味 就算待在家乡 十一柱形一直涨 荷包一样大缩水 爬出国门之后感受更是深刻 过去价着欧元大美元小 欧洲精品在国外买起来更便宜 欧洲人出国旅游出手扩绰 但随着欧元对美元小 但随着欧元对美元大美元小 你会说中国 の欧元都抵持 美国 优败乘率 太高败了 他们型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白价 而為了一旅行,我自己的旅遊會有更多的錢,我自己的旅遊會有更多的錢,我自己的旅遊會有更多的錢 當然沒有訊息的,我自己的旅遊會有更多的錢,我自己的主要是全國的錢,而我自己的錢也沒有更多的錢 近新聞,旗愛,翁林奇報導 美國聯準會先前加速升息,所以讓美元也跟著一路的走強 我們來觀察歐元對美元走勢,往下就代表美元升值 先看到,2020年初,歐元在盤整之後開始升值了 主要是當時美國聯準會因疫情降息還有大規模的QE 所以當時美元出現了貶值壓力 去年上半年,歐元一度來到了1歐元,對1.23美元高點之後 都在高位徘徊,而去年中開始走勢反轉了 因為市場預期,聯準會將會加速的緊縮貨幣 所以美元是開始的走強,歐元就轉變 加上今年,歐元戰士爆發,以及聯準會連續大幅升息 美元越來越強勁,歐元的貶勢就加劇 這個美元7月中升破了1比1的價位 雖然前一縱只是一度的走軟 但是最後又是再度的走強 而大家關注呢,因為歐元貶值 所以刺激了歐洲金品的買氣,相當的熱弱 金品業者的股價呢,繼疫情期間大漲之後 最近又掀起了新一波的漲勢 我們來看到,這是追蹤大型高階消費品 這個業者股價表現的 標普全球高端消費品指數走勢 根據這個走勢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新冠疫情爆發之前 以這個2020作為分界線 之前呢,就是最半比較平的部分 其實起伏呢,是不太大的 但是到了2020年初,因為受到了疫情影響 這個指數呢,一度是短線急跌,觸及了5年的低點 但之後就開始走洋了 原因是因為在疫情期間,消費者不能出國 手中的閒錢無處可花 他們選擇拿去買金品,買試吃品 加上央行寬鬆,導致市場充滿了熱錢 而雖然呢,一直到了這個去年11月開始呢 指數走勢是轉為下跌的 但是這一波跌勢已經在6月告終 整個短線反彈將近兩成 而在目前整個金品買氣維持落落之下 未來還是會有機會持續上工 我們開始從100磅 然後到80,000磅 所以這是一個很廣角的 還有一個給大家的桌子 設置品牌,漲價不減人氣 甚至還越賣越好 鏡頭轉到南韓,上百人戴著口罩 清晨五點在門口大排長龍 設置品牌相耐而宣布調漲價格 銷售營收不減反增 我們在商品牌比以外的高性價值 而在這次的銷售 特色的銷售 以前的銷售 有幾倍的影響 有幾倍的影響 影響 收持品產業 因為製造和運輸成本飆升 加上市場需求激增 各大精品紛紛宣布提高產品售價 漲幅比往年都高出許多 包含收持品牌LV 手提包漲幅6% 愛瑪士3.5% 香奈兒調漲15%到19% 勞力士玩表則是漲價2%到11% 民眾依然照買不悟 現在購買奢侈品對我來說 只是表示我自己的品味 和我追求的生活品質 收持品集團看準金字塔頂端族群 對昂貴的精品接受度高 甚至專挑頂級名牌下手 產品需求增加 漲價甚至刺激了消費 價格上的靈活性成為 奢侈品產業的優勢 過去20年來 包含LV等品牌平均價格漲幅 甚至是通膨率的2.5倍 隨著收持品漲價常態化 消費者傾向早買比玩買好 甚至認為收持品可以保值增值 動起投資的念頭 我甚至會說 這可能是因為 COVID-19 強迫了很多人去土地 不再去旅行 因此有很多錢 有很多錢 疫情民眾沒出國展開報復性消費 儘管受到烏惡戰爭 新冠疫情加上全球通膨升溫影響 奢侈品2021-2022年業績依然強勁 銷售持續創新高 特別是在歐美國家市場 對奢侈品配件的需求強勁 法國奢侈品牌LV 在2022年第一季度售出價值 181歐元的商品 比2021年同期高出近三成 頂級奢侈品牌愛馬仕 銀收也年增27% 全球奢侈品市場 還在不斷擴大 這幾個年都很挑戰 疫情衝擊時尚產業 卻也帶來新的商機 2021年後期超過85%的奢侈品 受到客戶數位化影響 線上交易量激增 許多品牌擴大 價格範圍 提供更多入門選擇 還有更頂級的產品 吸引這些數位新客戶 近新聞張元王林錡報導 除了精品包 精品錶的買期也一直很旺 未來不論通膨持續增溫 或是經濟陷入衰退 具備收藏價值的精品名錶 依然保值 經典外觀配上橄欖綠色面盤 瑞士名貴鐘錶百達斐莉 戴在手上尊絕不凡 但同時也要有足夠財力 隨著二手鐘錶市場 銷量和價格持續攀升 原本售價34,900美元的 Nautilus手錶 行情飆到將近50萬 增值超過1300% 我們的市場市場 非常非常貴重 這兩年的疫情 關於疫情 實際上有很多錢 有很多錢 疫情期間 現金充裕的消費者 把眼光放到投資經典名錶 加上通膨避險需求 帶動熱錢流入奢侈品 品牌鐘錶成為保值商品 新一代的年輕投資人 加入了收藏家的行列 在科技股和加密貨幣上 大賺一筆後 買名錶納入資產 我們的年輕客人 或任何客人 我所說的 他們仍然很興奮 他們想感覺好 他們想跟朋友們相對不同 他們想穿上 什麼最好的 奢侈品牌 奢侈品牌市場 收益不斷創高 但如今隨著利率上升 科技股和加密貨幣受到重創 部分收藏家開始賣錶 瑞士手錶集團包含卡蒂亞 歐美加都出現 供過於求的情況 收藏家們在購物 他們在購物 也在購物 隨著標普500指數進入熊市 比特幣也從2021年11月以來 價值大幅縮水 原本大手比買錶的買家 變得更加謹慎 根據全球奢侈表指數 2021年7月 鐘錶價格持續上升 到2022年3月 一度飆到45000後 開始輸現微幅下跌 到7月降到36000英鎊 但整體還是比前一年 上漲超過27% 我喜歡這個鏡頭 因為我喜歡歷史 我喜歡這個技術 我喜歡這個技術 和這些鏡頭很難 即使奢華鐘錶二手市場 空前大漲的行情出現降溫趨勢 鐘錶的獨特性 經歷價格起伏也不曾泡沫化 它的價值更不會被智慧型手錶取代 人們仍然穿了機械的鏡頭 當然是智慧的鏡頭也有肯定 尤其是智慧的鏡頭 尤其是智慧的鏡頭 但我們似乎是 它是不同的鏡頭 民眾是不同場合或目的變換手錶 收藏奢華鐘錶的熱潮 不受智慧型手錶的影響 銷量還是與日俱增 高貴的瑞士錶 不只用來暴食 也是身分地位的象徵 在當前高通膨的環境下 更具備避險保值的功能 靜新文章圓 翁林奇報導